我是蔡英文 台湾的总统 2019年美国职棒大联盟台湾日 蔡总统称呼自己为台湾总统 今年台湾日采访通知 更直接将萧美琴证明台湾大使 上个月落幕的东京奥运 日韩媒体也称我们为台湾队 但不单是体育赛事 现在台湾正名 渴望再往前跨出一大步 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斗大标题 写到华府正冒着可能让北京愤怒的风险 正是台湾要求驻美代表处证明请求 内文更提到美国认真考虑 让驻美台北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更获得内部广泛支持 虽然还没定案 但若更名成功 将是2016年以来 蔡政府与中国外交抗衡的重大突破 事实上台湾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叫台湾 全世界会打压台湾 不准叫台湾的 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他在台的一些附庸 事实上改名不会改运 那改变我们实质的经贸关系 我希望蔡政府能够尽快的走回正轨 然后发展正确务实的台湾关系 尽管这样说 但正是台湾正名的并非只有美国 包括欧洲议会 日前也提出报告将欧洲经贸办事处 证明欧盟驻台湾办事处 立陶宛政府也无视中国祭出报复手段 同意设立台湾代表处 虽然对于台湾驻美代表处证明 美国国务院以及我国外交部 都没有正面回应 但双方都强调台美关系坚弱磐石 且越来越紧密 如果真的证明成功 对台湾外交关系上头 无疑是意大利多